视频中演示用到的产品一个是60瓦四级1400转调速电机和60瓦调速器 首先,先将调速器L核安接线接220伏电源 接好电源后,将调速器与电机连接,黑色线对准黑色线 连接好后,开始通电 调速器上面的按钮是开关,向下按是关,向上按是开 旋钮顺时针和逆时针转,用来调速 接下来,用测试器测电机转速 此时,可以看到,在调速器调整到最大速度时,电机转速仍然达不到1400转 这时,可以在调速器上面调整 用小一字刀调整调速器里面的旋钮 顺时针转是加速,逆时针转是减速 调整好后,再次用测速器检测 数值在1400转左右最为合适 如果电机转速高于1400,说明温度偏高 如果电机转速低于1400,说明温度偏低 普通调速器跟精密调速器接线步骤一样 首先,先用测试器测量电机转速 此时,可以看到,在调速器调整到最大速度时 电机转速仍然达不到1400转 这时,可以在调速器上面调整 这里需要注意,普通调速器需要将标签撕开 撕开标签后,可以看见调整旋钮 用小一字刀调整调速器里面的旋钮 顺时针转是加速,逆时针转是减速 调整好后,再次用测速器检测 数值在1400转左右最为合适 如果电机转速高于1400,说明温度偏高 如果电机转速低于1400,说明温度偏低 再继续úsic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